美国代理人媒体《自由亚洲电台》近日报道 指内地与香港同步推出奖金制度 借以鼓励告密以维护国安 内容少不免宣验一番 而更可笑的是 《自由亚洲电台》竟找来畏罪潜逃澳洲的国安逃犯许志峰 去批评香港新切的袁洪赏金制度 安排一个其身不正不敢面对罪责 并且正被警方通缉的人去点评警方鼓励举报恐怖活动的机制 这种所谓的评论到底有什么公信力和养分可言呢? 而更过分的是 美国为了打击罪案 本身也有大量圆想制度 上述的所谓报道为何赤字不提呢? 《自由亚洲电台》和许志峰批评的 乃香港警方近日推出的反恐举报热线 这个热线特别设有圆红赏金制度 希望藉此鼓励市民提供涉恐涉暴罪案的线索 许志峰声称 香港用奖金鼓励市民举报或告发他人 做法史无前例 担心香港会变成警察城市 他又质疑 这次动用公帑鼓励举报 是要造成社会进一步分化 以达到威吓管治的效果 许志峰的评论明显就毫无道理可言 首先 许志峰指用奖金鼓励举报或告发他人是史无前例 真的这样吗? 香港警方的圆红赏金制度存在多年 既有圆想通缉以知识疑犯身份的个案 亦有毫无头绪不知疑犯是谁的案件 问题来了 许志峰口中史无前例所指的到底是何事? 反恐举报热线是鼓励市民举报恐怖活动 而众所周知 策划恐怖活动本身已经是犯法 警方原想打击恐怖主义 因何落到许志峰口中 却变成分化社会呢? 难道许志峰本身就是恐怖主义支持者 所以不满打击恐怖活动? 事实上 就举报罪案提供赏金 在外国根本就是平常不过的安排 且看一看自由亚洲电台的老板 即美国政府的经验 美国国务院持有一项名为 《正义掌赏计划》的原红赏金制度 自1984年成立以来 已经向全球各地的一百多人 支付两亿多美元赏金 奖励提供可帮助防范恐怖主义 将恐怖分子领导人承之于法 以及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信息 除了打击恐怖主义外 美国就连防范、欺诈等金融犯罪行为 也设有原赏制度 美国正劝交易委员会的奖励 吹哨人制度 自2012年首次颁发奖金以来 已经向超过200名个人 发放约12亿美元奖金 事实摆在眼前 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和许智峰的所谓评论 全部都是抹黑香港 内容不进不实的政治文宣 打击恐怖活动 已经是世界的共识 美国本身也是恐怖主义受害人 对打击恐怖活动更是不违于力 甚至派人越境刺杀恐怖活动的疑犯 也在所不惜 为何当香港警方决定 设立完红赏金制度 去打击恐怖活动的时候 反而遭到美国代理人媒体的口珠不伐呢 这个不是双重标准和政治抹黑 又是什么呢 Google.com Google.com capitalist